今天晚上我可能晚点回来 你先睡吧 你在哪儿啊 怎么那么吵啊 我在KTV 你不谈生意吧 怎么唱歌去了 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 我回来再跟你解释吧 红千金的 他在包厢里 艾伦和你小齐也在 他们两个怎么也在啊 不说了 他们在催我了 我要回包厢里了 好 请与我举起杯 每个往事干杯 三个二 两个三 春儿 甭管他们 咱们俩玩 那个吹牛皮你会玩吧 吹牛皮 不会 就是说的话 不会 撕 撕 开 喝 你知道吗 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追求你 我没有魅力呗 怎么可能 是因为你真的是太漂亮 太迷人了 女神嘛 总是要给人一种距离感 真的 那我就太谢谢你了 其实是因为每次我见到你 都有着莫名的亲切感 虽说我艾伦 蜡手催花无数吧 但是唯独对你却下过去手 喂 什么蜡手催花 你敢对她蜡手催花 小兄 我把你给宰了 你别听她的 她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她眼前就是个大美女 怎么样 艾伦 有什么重大进展吗 人家心里面住着一个三木啊 我功夫不够深哪 我还得再修炼几年才行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我没有 我真的是有 我真的是有 我真的没有 咱们两个向来最远近 这杯 干了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 你就抿一小口啊 我干了 好吧 好男不跟女斗 我抿一口 我真杀了十几次了吗 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肉已经到嘴里了 要他们拖出来挺难的 见机行事 春儿 你之前说 你做的这些衣服 花了多少钱 十二万 那你的成本 没有控制好啊 是啊 我找了加工厂 还要给加工费 这样吧 你喝了这三瓶酒 十二万 你的内衔衫我收了 喝了这六瓶酒 我把这单生意让给你 你能赚五万 但是我不会喝酒 我帮她喝 不行 在我的酒桌上 没有这个规矩 对 小琪 其实有好多地方 我都要向你学习 你说话算话 算话 喝吧 好 那我喝了 干了 好 够了 春儿 你喝三瓶就好了 你已经不亏了 不行 说好的喝六瓶 我一定要说话算话 春儿就是够爽快 好 开 还是 泪眼 朦朦 我生命 能够的 都要保护了 添 有 快 也é 有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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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去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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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我在江苏的服装业干了这么多年 强龙不鸦 低头蛇 想要把我赶尽杀绝 没那么容易 大哥 晚上我要请哥喝酒 帮我约一下 那几个品牌商怎么还没有来 之前找我们代加工的 都会主动留须牌马来送你 现在倒好 门前冷落鞍马戏 真奇怪啊 难道我们之前的积累这么不堪一击吗 老李是我们第一个合作的商商 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清清哥 什么情况 聂小琪和艾伦在隔壁酒店摆了酒席 刚刚打电话要我们一起过去 这示威啊 不去 前去赴燕的是我们经常合作的那几个品牌商 怪不得 原来人都跑他们那儿去了 清清哥 聂小琪以前追求过你 旧情肯定还在 至于那个艾伦以前和我们一起创业过 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一起慢慢聊呢 有意思 真有意思 走 我们去拜见一下未来浙江服装龙头 好 他们就在里边 来来来 我敬大家一杯 合作一块啊 今后呢跟各位能够合作一块啊 合作一块啊 好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赏光 谢谢 咱们就这么说了 碧其锋芒 鸡其堕龟 聂小琪她这么有手段 我们不能跟她应碰应了 来来来 各位老总 多吃点啊 聂总 艾伦 前进 这么巧啊 来 兄弟 服务员 拿椅子拿椅子 快 坐啊 都自己 坐坐坐坐 大家吃好喝好啊 艾伦 小琪 我今天够给你们面子了吧 兄弟 你今天没发酒疯 真是太给我们面子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呢不是怕 是把你当朋友 我们也把你当朋友 但是你要清楚 这是生意 谁叫我们吃同一块蛋糕呢 你的份额大了 我们的自然就小了 生意 去你的生意 哥 我喝多了 该回家了 咱们战场上见 走 进来 进来 小琪 这个呢 是我们公司 最近六个月的盈利情况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天 看来前进 最近这半年 很难熬啊 我前两天 跟扁脱一块吃了顿饭 那你打探到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打探到 倒是对方 想急着从我这儿打探点什么出去 是 红前进荒了 荒了就好办 他现在已经英雄末路了 川儿的那批货质量怎么样 人才 办事细心 踏实 我没看错人了 你要去哪儿 该是去找他谈一谈呢 我们的公司要想做大 少不了他这样了 这是你这批货的尾款 小琪 以后这种小事 你就不用亲自跑一趟了 我派人到你们公司去取就可以了 怎么样 开场这半年赚了不少钱吧 多亏了你照顾我 要不然我还真的不知道 到哪儿去接活呢 那你感觉辛苦吗 辛苦是辛苦 不过挺开心的 你有没有想过 换个更大的舞台 更大的舞台 是这样 我跟艾伦准备收购 十家服装加工厂 包括你的工厂 你当初多少钱盘下来 我们出双倍 然后再请你来我们的公司做副总 专门管理这十家工厂 每年都会给你分红 要比你现在绝对多赚十倍 十家工厂 我一家服装厂才开了半年 我怎么能够管得了十家工厂啊 我相信你 你有这个能力 你不用马上答复我 我给你时间考虑一下 好吧 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好的 我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那我先走了 好的 那我就不送了 真厉害 一张嘴就是十家工厂 大康啊 什么 大康 大康 川氏姐 你看 姐 只有你进去拳她了 我们都不敢去啊 上次我就觉得她怪怪的 没想到她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这半年一直都在亏 而且越亏越多 工人的工资不能不发 前进个面子薄硬撑着 再这样下去 我们正在倒闭了 被聂小琪和艾伦打败 对前进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她从小到大就没有认输过 再大的困难都能一个人扛过去 这次恐怕不行了 那我进去看看 你们在外面等着 前进 前进 我都知道了 叶厂长 这段时间 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挺好的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你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大不了 关门大吉了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你帮我迈过去的 这一次也让我帮帮你 不用了 这次的事情太大了 你挺不住的 等我这单衣服做完以后 叶小琪那边的订单 我全部都回绝掉 只做你给我的订单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接下来我也没什么订单可以给你了 我发现现在国内服装企业的目光 都只盯在西服之类的症状上 国外的一些休闲品牌 在国内本土市场 也只是刚刚露面 可是在我开服装店的过程中 我发现年轻人最喜欢的还是 又便宜又时髦的休闲服饰 清静 你能不能换个思路 这些服装虽然力薄 但是卖得快 你可以用手上的资金 去代理国外的休闲服饰品牌 开脸锁店 休闲服装品牌 我也只想了这么多 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 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我写他奔法了 开脸锁店 不是 是做自己的休闲服装品牌 什么 你姐呢 钱金哥公司出了点事 我姐正帮忙出谋划策呢 你姐已经两三天都不着家了 一下班就往红钱进那里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俩是两口子呢 我吃饱了 我上楼写作业去了 还剩这么多呢 你别浪费啊 这个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 那个设计师设计的 你看看 怎么样 挺好的呀 不过我估计我们要请这个设计师 挺贵的吧 钱金 我不知道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钱 不过创立自己的品牌 这是大商 需要很多资金 我这张卡上有三十万 虽然不多 但是是我小小的心意 你拿去吧 春儿 你知道我红钱进是不收女人钱的 这是我借给你的 我要收利息 没有你对我的帮助 就没有我叶春儿的今天 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了 你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一句话 谢谢你 春儿 加油 我给你很多人 下来吧 谢谢你 那你我的天 你可不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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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跟钱过不去啊 因为琴 这是用钱买不来的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就别想着要说服我了 就算是洪琴进这条传承了 我也愿意与他一同赴死 因为没有他 就没有我的现在 好 那这样 你如果改变主意了 随时来找我 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谢谢啊 谢谢啊 怎么样 和我预想的一样 白跑一趟 现在我真有点佩服叶春儿了 这个女人还真是滴水不漏 百毒不清啊 够好奇 我就欣赏她这一点 走吧 公司目前是什么状况 我想你们应该都明白 但接下来 我不准备走 普通扩大化的生产方式 这样的老路子 我想走偏锋 我想要走出 独特的一套经营方式 一个只经营品牌 还有自主设计的公司 没明白什么意思 我从耐克这个公司 得到了一个启发 我想用借王捕鱼 跟借机生蛋这样的方式 来经营 所谓借机生蛋 就是只经营服装的品牌 然后找代工厂 帮我们加工 借王捕鱼呢 就是通过经销商 替我们铺整个的营销网络 这个方法呢 可能有点冒险 我不确定 胜利的机会会有多少 如果兄弟们 有任何为难的地方 这些钱 是你们这些年该得的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哥 你别说了 我肯定跟着你 我们俩跟着你 我们俩跟着你 好兄弟 好兄弟 钱几哥 你刚才说什么 我都没听懂 我 我也没听明白 没有关系 大康 这个杂志里面的服装设计师 麻烦你去联络一下 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好的 肯定 你去一趟上海 看看百货公司里面的销售渠道 我们进驻问题大不大 好 明白 胡老板 给我也派个任务呗 春儿 你怎么也来了 我来了半天了 马上就到了 嗯 来了 欢迎欢迎 你好 我是洪钱净 这位是叶春儿叶厂长 是做服装加工的 你好 欢迎欢迎 久仰久仰 你们看 这款式都不错吧 一分钱一分货 你看这些大师设计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 我呢 现在需要一个加工厂 帮我加工一批样衣出来 先拿到市场上看看市场反响怎么样 我呀 我来帮你 就等你这句话呢 品牌的名称想好了吗 嗯 嗯 叫Sea Park 怎么样 很酷吧 什么 这个Sea呢 代表的是中国 China Park的意思是 停下来的意思 Sea Park就是 中国人走的门口 要停下来买东西 亏你想得出来 我还真的要感谢你 春儿 我听说 那小琪跟艾伦他们花重金 要把你挖过去 但你没去 你选择留下来 帮我电子 加工衣服 真的很感谢你 那当然 我叶春儿是什么人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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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不客气 所以 所以我这一次 把你脏手给我拿了开 胡君 你不要冲动啊 我只是想感谢春儿 我刚刚在感谢 前进 信不信我拿刀砍死你 我信我信我信 你睡好了伤疤 忘了疼了你 胡君 你在干嘛 人家只不过是感谢我 有感而发而已 有感而发 要有手的吗 我要是不来 她是不是还上嘴了呢 我老婆被别人吃豆腐了 我管管有错吗 这什么天理啊 你现在怎么变得 这么不可理喻了 我 今天晚上我要赶工 就不回家吃饭了 小妹也要去学校吃饭 今天的晚饭 你就自己解决吧 我自己解决就我自己解决 叶叉叉叉叉叉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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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仓库出事了 走吧 快 发财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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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儿姐 红军他人呢 怎么不来帮忙 他跟我争了几句 生气了 这一批被水泡过的服装 是春风服装店的存货 值几十万 这次损失很大呀 损失就损失吧 大不了重新来过 走 好 发财杠啊 我发财了 发财了 胡君 你在干什么 打牌啊 我发财了 你又是喝酒又是打牌 你糊涂了 糊涂好啊 糊涂了什么烦闹都没有了 胡君 你到底怎么了 你还像不像是个男子汉 我不像男子汉 我也做不了你的男子汉 我 我就糊里糊涂的 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呗 我愿意打牌 我愿意喝酒 我逍遥自在 你找红千金呢 人家红千金有本事 能挣钱 你个人 他什么烦闹都没有 我就是一废物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无有的书枪 好 我叫你咋 我 换我牌 你中邪了 现在 我和小柳 玲玲他们 在服装场忙活 你可倒好 在这里喝酒打牌 自娱自乐 你不是疯了是什么 我叫你打 你干嘛 我叫你打 你干嘛 叫你打 别干嘛你 叫你打 别闹了 我 我想起来了 扁头那边怎么样了 他才不错 商场投给我们进铸 但是进铸费很贵 那你和扁头联系一下 这店面装修一定要时尚 不要行贵 好 知道了 哥 你快回家呀 小妹 小妹 怎么啦 怎么了 来 走 回去吧 回去 起来 我让你打我捡 大康 你打人干什么 胡军 你没事吧 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碰我捡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大康 你干什么 什么东西你说你 还敢碰我捡 我不是什么东西 我什么东西都不是 我配不上你捡 我配不上春儿 胡浅姐 我没你有钱 我也没你有钱 满意了吧 满意了吧 你们满意了吧 他什么意思 没事 你们回去吧 他今天喝多了 这只是个意外 姐 以后要是再有这种意外 你马上告诉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实在不信你就跟他离婚 我最鄙视这种打女人的男人 没出息 是小妹告的密码 他很想送给你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